最後抓到位置這個邏輯 因為會有if加if is 了 所以呢大概第一個 我是用那個先找段 再找路再找接 只要第一個錯誤就抓第二個 再抓第三個 如果不是就抓他自己本身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最後有抓出來 不過好像跟那個同學要的結果不太一樣 不過我看一下好像反而他這個 這個是 沒有相干的 好像是隨便打一下 反正就是上面這個應該OK啦 那基本上就是邏輯就照我們剛剛講的 那這個位置部分要怎麼抓 我剛剛有提示 基本上這個地方裡面會用到什麼 用到if裡面還有一個if 然後用if is 了去判斷一下 OK大概是這樣的 那可能會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 不過還好拆開來 如果你全部湊在一起 哇不得了 像有些人全部把它湊在一起 那很熱鬧了 因為 光前面就很容易出錯了 更何況後面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1是先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在邏輯裡面使用if if裡面我先用一個函數叫is al 判斷是不是錯誤 所以用自己打的好了 is er or ok 錢瓜糊 判斷一下這個儲存格裡面是不是錯誤的 如果錯誤的話呢 那就繼續幫我找下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他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false是指他自己 但是呢 如果是true 表示有錯誤的話呢 那就繼續去找lu 可是lu可能有沒有 還是有可能會有錯 所以呢 lu部分還要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怎麼辦呢 有不要放這邊 再插入一個if 特別注意喔 再插入的時候 記得不要按這裡 按前面的話 然後呢 呃 判斷什麼呢 一樣isal 所以這個自己打一下 isal 瓜糊 你自己這裡幫裡面有沒有錯 如果有錯的話呢 那我就指向這個接了 ok 反之的話呢 就指自己本身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按確立 全部做出來了 ok 那向下填滿 他就按照我要的 那最後再利用lab的函數 去切什麼 切到看第幾個吧 反正就是這個位置到哪裡 就全部切到那個位置為止 那當然呢 這個邏輯 也可以用什麼 用VBA來做 不過VBA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這邊是用phine函數 但是呢 VBA裡面呢 他不叫phine 前面好像我們有用過 叫什麼 instry函數 那instry函數的話呢 跟phine函數最大不一樣是 他如果找到一樣找到位置 可是如果找不到是等於0 ok 所以這個也學VBA的話 給各位回去想想看 應該這個地方也是牽涉到邏輯 可能會需要多重的 如果找到像剛剛的前面的邏輯 其實只是把這個邏輯怎麼樣 轉移到VBA裡面 ok 兩個都一樣 只是要怎麼寫 回去可以想想看 應該我想如果 你VBA學得不錯的話 應該這個問題可以解得出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